賴老師 王定宇針對你 特別把你的談話 做個揭露跟評論 你怎麼回應他 我不曉得怎麼評論這個人 因為沈大老是認為說 他是一個出賣黨內同志 來獲得黨內的提拔的一個人 我不知道該怎麼評論 這樣的一個學文學的 那麼要來談政治的問題 因為我不太理解就是說 因為他引用了我們的 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刑法 說把大陸大陸界定為敵人 他就必須要去解釋說 在1991年的時候 陳水扁帶著他的親信到北京 要跟解放軍 希望跟解放軍建立 對華的一個機制 他到敵國去了 他怎麼去解釋陳菊 他的黨內的同志 那麼帶了20幾個人團到北京 去尋求大陸支持他 把這個世運辦好 他怎麼解釋2014年的時候 賴清德帶了一個團 那麼到大陸去訪問 都到敵國去 而且用的都是敵國的政見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這個以王定宇的標準來說的話 他是不是應該要對他的 黨內的這些同志 比照跟沈大佬 他對付沈大佬的方法 那麼全部都要以外犯罪 來起訴這些人 應該在黨內先去 要北亞 應該叫要北亞 在黨內先提出指控 覺得去告這些他黨內的同志 我想這樣比較符合他的特質 另外一個就是黃國昌 他是學程序法的 那麼他是學法律程序的 他學程序法的裡面 他又提到了有關於法律的問題 例如說自由航行的問題等等 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就覺得說 因為他不應該是一個 沒有法律知識的人 也不應該是沒有法律常識的人 因為他是專門學這個法律的 而且他專攻程序法 國防部已經講得很明白 其實國防部談了很多 他們是我的學生 因為我們當時 台灣當時有一個 有一個以為說ADIZ 就是說防空識別區 是一個法定憲 我後來我在國防大學教授 我就告訴他們說 國際法商不是法定憲 因為當時是美國 具有強大的優勢地位 也就是說二次大戰以後 美國的軍力很強 美國的空軍很強 所以美國就畫了一個 防空識別區 但是防空識別區 他都畫的基準 是以地面的雷達的照射 作為他的一個範圍 那麼也就是說 我地面的雷達照射中 我的空軍的力量 能夠達到的一個地方 作為我的防空識別區 但是在聯合國裡面 並沒有批准 沒有同意 所以它是片面的畫設 片面畫設在聯合國 沒有同意的時候 它就不是國際法 所以不只是海峽中線 沒有國際法的規定 連航空識別區也沒有 也沒有 那個都沒有 都完全可以不理會的 我們之所以會尊重的時候 就是說當我對你沒有敵意 我們兩邊是友善的時候 我就尊重你 你也尊重我 那麼也就是說 你今天的雷達照到哪裡 你就可以畫到哪裡 你愛怎麼畫就怎麼畫 你想怎麼畫就怎麼畫 所以你才會看到 日本 美國 日本也畫了 可是俄羅斯的戰略轟炸機 核動力的 不是核動力 核打擊的戰略轟炸機 每個禮拜 每個月 都要繞日本飛圈 然後美國也畫了 美國跟加拿大也畫了 防空識別區 就在它的周邊 然後俄羅斯的戰略轟炸機 每一個月也一定要飛進去 美國的領土 就是美國的 防空識別區 甚至還飛到美國的領土裡面 飛到美國的領土 以無害通過的方法 飛進美國的領土 因為它用什麼 它用軍事互信機制的 一個條例裡面來做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 就可以知道說 俄羅斯的軍機 甚至戰略轟炸機 都可以飛進美國的領土 不是防空識別區 不只是防空識別區 所以他們有軍事互信 有軍事互信 好 所以您剛剛提到的就非常好 軍事互信裡面 它就涉及到兩個概念 我們跟大陸之間 因為沒有簽兩岸和平協議 我們兩岸之間 也沒有建立軍事互信機制 所以我們彼此之間沒有說 我們雙方約定協定好 一個佔定線 我們雙方都約定了 沒有 都沒有 都沒有的情形下的話 意思也就是說 其實所謂的台海中線 只是一種默契線 就是我們彼此之間有這個默契 那麼我們雙方關係好的時候 我們都遵守這個默契 各自在自己的領域裡面飛 可是如果雙方的關係不好的時候 那就沒有默契了 但是現在的問題 不只是台海之間 蔡英文跟大陸之間的問題 我覺得最主要的是美國的問題 因為一般來講一個國家 他通常不會去故意用軍艦 走你的內海 也就是說一般來講 台灣海峽是國際攻海沒有錯 是可以自由航行的 可是由於它是在大陸的東邊 跟我們台灣就是兩邊這樣 所以一般的國家 通常不會用軍艦 沒事就給你從中間這樣跑來跑去 過去美國的軍艦偶爾會走 偶爾 我們再強調 美國的軍艦偶爾會走 可是絕大部分都是繞外面走 讓我們台灣的東側走 日本的軍艦也好 美國的軍艦也好 其實大家都繞台灣的東側走 偶爾會走一下台灣海峽 偶爾 這代表什麼 美國跟大陸之間保持一個關係 可是當你美國人想要改變現狀了 也就是說我美國人想要改變現狀了 我現在跟你大陸在進行貿易談判 我要給你增加軍事壓力 台灣現在的目前的情況 我要給你增加軍事壓力 所以我就例行的 定期的跟你這樣走的時候 你已經改變現狀了 美國改變現狀 大陸也會改變現狀 因為我會針對你來做動作 我針對你美國來做動作的時候 你怎麼可能你的船 以自由航行在我台灣海峽走 我的飛機卻只能夠在台海中線的 這一邊來飛 那豈有此理 所以對於大陸的戰績來說的話 他也一定是在開始穿越台海中線了 不把這個當作一個 這樣的情形下的話 他就會給美國的軍艦 製造很大的壓力了 因為戰機通常是對美國的軍艦 有巨大的威責感 因為空打海很好打 海打空比較沒有那麼好打 那這樣的情形下 因為船跑得慢 飛機跑得快 所以一般來說的話 當美國的軍艦 你不斷的在穿梭台灣海峽的時候 未來我估計 大陸的戰機沒事 也是在台灣海峽的領域 所以這一個動作 主要是希望美國的軍艦 不要常常穿越這裡 就是說如果美國一直要表示 他在這邊軍事存在 大陸也就一定會表示 他也在這個地方軍事存在 因為這個地方 既然你美國說是國際自由航行區 所以大陸的戰機 就可以在這個航域裡面 他愛怎麼飛 就怎麼飛 誰都管不著 所以在這個情形下的時候 整個美國整個東亞地區 其實對美國人來講壓力也很大 我只舉一個例子 本來在4月6號就是明天 預估本來 委內瑞拉的瓜伊多 宣布說會有重大的事件發生 宣布會有重大 大家以為瓜伊多就委內瑞拉 在加勒比海 那麼是在南美洲的北邊 結果俄羅斯 馬上派100個軍人到了委內瑞拉 你看現在美國人說 你給我離開 給我離開 什麼都不敢動了 也就是本來大家以為美國的軍隊要進入 委內瑞拉要打了 其實美國沒有想像中那麼強大 美國不敢跟俄國打 美國也不敢跟大陸打 但是你台灣 你台灣卻 你要把你的整個籌碼壓在美國上面 然後去跟他這樣子玩 其實搞到最後 當美國改變現狀 大陸改變現狀 一旦現狀都被改變的時候回不去了 以後大陸的船飛機 就在我們這邊這樣飛來飛去 你又能怎麼樣呢 所以我覺得當蔡英文講說 什麼強制驅離 我說你不要害死我們的飛行員 我覺得賴教授 你的講法 當然你是學父5G 不過你的這個講法 第一個 你有沒有先追溯 這個是誰先開始的 是在中共先用戰艦繞台 不過你回去 你去回溯這個 這個美中確實貿易大戰 美國確實要對中國施壓 可是一開始不是在我們台灣海峽這邊 是中國從戰艦 戰機 先來繞行我們台灣這開始 第二點就是說委屈不一定能求全 他們強 我們弱 他們大 我們小 但是你欺負我們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我就只能講 我引用剛剛會委員講的 我跟你講他這樣打過來 不是說我們台灣受害台灣社會 遇到的問題而已 你中國也要付出一定的代價 這個叫保證互相毀滅 我們交戰之後 那也會影響外資 投資你中國的信心 也會影響你中國社會的安定 而且那個軍費之龐大 也不是你中國或我們台灣 片面可以負擔的 我只是希望這樣 我們共同兩千三百人共同生活在台灣 為什麼謝龍介或者賴教授 你這個說法多數台灣人民 聽了會很難過 就我剛剛跟你講 波斯大軍壓境的時候 你突然說他軍統 不是 你突然講說 你突然講說 不要做無畏的抵抗 會有無畏的犧牲 這樣子的時候跟多數的民情 什麼人跟你說無畏的抵抗 我叫你揣他們 我們派人去打下來 派人去打下來 你這個叫挑釁 挑釁 你這個叫挑釁 你都在台東挑釁 我們用核而言的方式 驅逼他 我也說你坐在那邊說 沒有到最後一分鐘 我們不輕言開火 我想開火也不是中共 他現在的想法 他是想嚇我們 不是這樣嗎 你被嚇到了嗎 沒有 你被嚇到 我被嚇到 你才會嚇到 我被嚇到 你才會助威 你才會說不要 這個 他們軍榮壯聖 我們抵抗會 什麼人跟你說軍榮壯聖 我叫你打下來 我這麼講 我叫挑釁 不然 他一定被多數人看清楚了 你給我 我叫你拿來 你打下